新闻事件 法眼观察 法律案件深度解读 川普法治理念 解答法律难题 请听个案说法 大家好 感谢收听个案说法 我是方红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关注 房价从7000涨到了25000块钱每平方米 开发商举报自己无证销售 更多的案件解读 欢迎您关注个案说法 微信公众号 那么最近有媒体报道 陕西西安的部分消费者在2016年通过签订内部认购合同的方式 购买了一个楼盘所受的房屋 并且支付了全款 可是两年过去了 开发商却以当时这个项目没有预售许可证为由 把12名消费者起诉到法院 要求确认内部认购合同无效 对此消费者无法接受 他们认为开发商此举完全是由于 近两年房价水涨船高 试图废止此前的合同 如今以高价重新销售 西安的王女士就告诉记者 2016年5月他通过朋友介绍和西安文天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了内部认购合同 购买了紫山庄园的一套房屋 并且支付了140多万的全款 那么王女士回忆说 当时的价格是10100块钱一平方米 那么有一个政策就是一次性付款可以打七折 所以王女士的房子买下来 平均就是每平方米7070块钱 那么总价款就是145万左右 当时是朋友介绍的 房子当时还没有盖好 那么相当于是给内部员工以及他的亲属有这样一个内部的优惠价 其实当时应该是开发商缺钱 所以他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必须付全款 那么王女士表示 虽然当时知道这个项目还没有取得预售证 但是开发商多次承诺说这个预售证正在办理中 而且他们很多的沟房者还去看了 其他的市政都挂在墙上 就差这个预售许可证了 那么直到今年年初呢 开发商就发来了通知 要求清退此前所受房屋 这就让王女士无法接受了 那么今年2月份 开发商文天公司就将王女士等12名买售人起诉到了法院 请求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内部认购合同无效 理由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原被告双方都明知文天公司开发建设的紫山庄园项目没有预售许可证 那么合同无效的后果会是什么 开发商的用意和在办案当中的认购合同 到底有没有效作为业主该如何维权 就这相关的法律问题呢 今天我们就邀请云南林云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杨崇林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杨律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感谢杨律师 经常是购房者向开发商主张合同无效 很少听说过开发商自己举报自己无证销售 并且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 那么开发商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是合同确认无效的话 法律后果又是什么呢 从这个案件所显示的情况来看 更多的我们认为开发商还是基于对一个利益的一个追求 因为现在目前从判决所显示的情况看 在开发商提起诉讼的时候 也就是2018年的3月份提起诉讼的时候 当地的房价已经由原来的七千一万块钱涨到了现在的两万五以上 也就是说它翻了几个倍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它原来出售房屋的时候 它的利益和现在的利益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我们更多认为是基于对于利益的这种追求 从而导致了开发商铤而走险 那么采用主动的毁约的方式 那么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说更主要的目的 我们认为是在于利益追求所导致 不完全是因为由于行政部门的管理所导致的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关于合同无效它的后果 实际上开发商之所以愿意主动毁约 实际上它正是利用了我们法律司法解释 关于合同效率问题的这么一个技术性的条件 因为我们在商品房购销合同的 司法解释的认定过程中就明确了 对于向诸如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 法院在审理的实践过程中 对于类似预售合同的 在起诉之前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的 一般是以确认合同无效作为一种结果 当然这种方式实际上更多是为了保护 购房者的利益 那么对此的话 为什么在本案中涉及到 业主他的代理律师提出了 开发商恶意追求利益 那么自动解约所引发的一些社会道德问题 实际上正是开发商利用此前由此形成的这么一个 我们说是法律上的一个条件 基于这种条件的话呢 他才来做 那么合同无效后果在什么地方呢 在于他是要进行返还的 也就是说如果合同无效了 开发商向王女士收取的购房款 要退还给王女士 顶多再赔偿他一点银行贷款的利息 这也是不多的一点 那么对于王女士来说 他就丧失了对于该套房屋可将来所拥有的所有权 那么开发商可以将原来的这套房屋 另行出售去追求更高的利益和价值 由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合同无效的后果最基本的就是相互返还 无法返还的折价赔偿 这是无效后果的基本导致的一个情况 那么开发商他的用意实际上 正是基于无效后果对自己带来的巨大利益价值 才这样做的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 合同无效的原因是开发商自己的违法行为导致的 也就是他无证销售 但是最终获利者居然是开发商 而最后的利益受害者却是这个购房者 这似乎已经违背了这个法律的初衷了 那么到底该怎么认定这样的一个认购合同 是有效还是无效呢 因为如果无效了 可能也就背离了违法者应该受处罚 而守法者呢 反而在这个案件当中利益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了 那个情况的话呢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我来回答一下关于合同效率的问题 对于合同效率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 相应的司法解释和我们的城市商品房 预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首先对于王女士签订的预购协议 比如说她准备去买这个房子跟她签了一份预购这么一个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它的性质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就要依据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司法解释的规定 和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规定来看 预售协议里面是如何进行书面约定的 那在本案里面我们看到了 王女士所出示的预售协议里面 对于房屋的开发名称坐落位置 她要购买的房屋的基本状况 销售方式 销售的价格 付款时间 交付使用的日期 条件等 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 那么实际上它是符合了商品房预售合同的要件 在这个时候它的认购合同 就是预售的认购合同 在性质上就被认定为商品房预售合同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说到的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 司法解释的规定 像这样的商品房预售合同 因为在开发商2018年3月份起诉之前 它还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的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依法应当认定 双方签订的认购合同无效 那么长安区人民法院 及此所做出的判决合同无效的认定 是在事实认定和法律实用上是无误的 虽然如此 那么这就涉及到 主持人刚才提到第二个问题 作为开发商 他明知自己没有预售许可证 为了度过资金难关 采用 先收取 以低价收取了 王女士他们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款 来达到自己开发的目的 现在又反悔 那么收回房屋 追求更高的价值 恶意去取得追求价值的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呢 去违背合同的契约精神 或者说是追求一种不道德的利益了 在这个时候该怎么来处理的问题 我们认为并不是说这种行为的话 没办法进行制止 相应的 我们认为是可以进行处理的 一种是行政处罚 对于无证预售来回笼资金 有可能会除了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的可能性存在以外 更多是损害了或者说搅乱了我们房屋市场 违反了行政的相关管理规定 要从行政上进予一定的处罚 在案件过程中我们看到 行政部门对他的这种违规 违法预售的行为是进行了处罚的 那么第二对于开发商恶意追求利益 而导致王女士受损 是不是王女士就没有其他办法来弥补了吗 我们认为并不是这样 因为在长安区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 所查实的情况来看 开发商实际上是为了回笼资金 有意这样来做 虽然王女士知道他当时购房的时候 是没有预售许可证的 但是实际上在房屋的开发过程中 作为开发商 他是很有条件 很有机会尽快地为他的房屋 办理预售许可 但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变化 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节节攀升 这个时候开发商 他有主动权 什么时候去办理预售许可证 那么可以看到本案中的开发商 实际上更多他是有意的拖延 也就是说他主观上是有恶意的 恶意拖延 一直不去办理预售许可证 那么在此过程中 他采用了法院规定的这种办法 来使自己获得不正当的利益 由此的话 开发商他的主观上 具有严重的过错和欺诈的行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为王女士 她可以例行诉讼 诉讼的前提就是基于开发商 在这过程中 因为他没有及时办理预售许可 导致他购买房屋的权力受损 特别是房屋涨价和他所在的城市 对于购房资格的限制 给他造成的一系列损失 那么这样的话 他可以提起另外一个诉讼 要求就他现在这套房屋 所根据目前市场所形成的价格 和他原来购买价格之间的这种差价 要求开发商进行一个赔偿 所以这样的诉讼 实际上在实践过程中 法院已经有过先映的判例 所以我们认为 他的损失是可以得到弥补的 至少大部分损失应当会得到弥补 因为本身作为王女士来说 知道对方没有预售许可 但是他仍然去贪出一定的利益 也愿意去购买 他的主观上也有一定的过错 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但是更多的过错责任 是在于开发公司 开发商这边 所以我们认为 他可以通过另外诉讼的方式来处理 但是在他提起的 这个开发商提起这个诉讼案件过程中 法院只能就开发商提起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 因此他不会在这个案件中 做出对王女士权益进行维护 或者保障的一些判决 这是我们民法所规定的 谁诉讼 谁主张 谁举证 不告 不理的基本原则 所以近日 查安区人民法院 也是做出了判决 法院认为 涉案合同为商品房买卖合同 因原告 也就是开发商 在本案起诉前 仍然没有取得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 所以开发商和王女士之间 签订的合同 是无效合同 那么也就是最终还是认定合同无效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没有这个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行政方面对于房产商的处罚是什么 今年的3月1号 查安区住房保健和房屋管理局因为文天公司在设案项目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 擅自违规销售之行为对文天公司予以行政处罚 也就责令停止销售活动 补办许可证 并且罚款72万多元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罚款还没有一套房子的价钱来得高啊 那么显然 开发商的这种违法的成本很低 那么再加上这个无效合同的认定 应该说开发商在这个案件当中是赚的盆满钵满了 因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也没有得到跟违法行为相适应的一个处罚 作为消费者 作为购房者来说该怎么办 是不是法律的一个漏洞 那么其实刚才杨女士也说了 王女士等14人其实可以再提起另外一个诉讼请求 要求开发商赔偿他们的损失 这个请求如果一提的话 那么显然开发商在这个案件当中就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了 主持人刚才你提到了 城安区住房保障和管理局对他的处罚 你看他处罚的时候是这样来做的 是对文天公司欲与行政处罚 责令停止销售活动 补办许可证 所以他在处罚过程中的补办许可证的问题的话 是直接就证明了文天公司就是开发商的恶意行径 所以从这一点出发 王女士等其他十几位各房者完全可以及此提出合理的诉求 要求开发商予以赔偿 那么人民法院在审理以后 我们认为他会就整个案件的事实和本案涉及的相应的法律和社会影响 做出一个比较公正的判决 所以我们认为王女士他们的权益的话 是有保障的空间的 只是说他现在还没有意识到 该如何去行使权利以保障自己的权益 确实 否则的话 违法者不能因为自己的违法付出相应的代价 反而呢还盈利了 那么这个从社会效果 从法律上也是我们不应该看到这样的案例 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样来维权 也希望王女女士能够通过法律的武器 通过咨询相应的法律专家 或者他如果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是最好的 可以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当然最后也提醒大家 就是在买房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对一些商品房的武证 一定要齐全了我们再买 否则呢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好那么在这里呢 也再一次感谢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杨重林律师 那么大家如果想获得我们节目的图文资料 欢迎您关注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 在历史消息当中 就可以找到这期节目的全部图文资料 那么大家在生活工作当中 遇到一些法律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向我们进行咨询 您可以添加15974827467 这部手机号码的微信号 就可以找到我们 他们都非常的资深专业和负责人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